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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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是我不让清歌回府 只是他现在都已经是四皇子的人了 无论是死是活 哪还有收回丞相府的礼 这事我可做不了主 好吵 这是哪儿 我怎么会在这儿 头好疼 清歌 姨娘有个办法 可以让你早点嫁给四皇子 只要你穿着红衣衣 傻子 给我远点 娘生没娘养 我该不会 你也盘了吧 哎 我说 这毕竟是丞相府的家事 与各位没甚关系 大家还是先散了吧 呃 这清歌嘛 就先放这儿 等老爷回来 再做定夺 这三一年实在欺人太甚 这人都已经晕死 还放在烈日下暴晒 简直早见人命 既然我念盘了 她的事 就是我的事 被人这样欺负 我可不能忍 姨娘 清歌想回家 啊 哎呦 娘 妾丫头 你 姨娘 我疼 求你别打清歌 哎 这相府大小姐 还真是可怜 看额头的伤 都还没处理好 现在连家门都难解 还要被姨娘虐待 娘 先让姐姐进府吧 这不止蓝 还真是国色金香 姐姐别哭 难怪大家都追捧她 来 我们先进去 把伤口给处理了 蓝儿 娘 先回屋 还是妹妹对我最好了 这女人 有点意思 哥儿 疼吗 云姨 清歌不疼 傻孩子 你好好休息 云姨 去给你换水 整个牧家 也就云姨是真心待我 看她难过的样子 我的心 竟然莫名堵得慌 想来她在牧府的日子 也是不好过 不然手上 怎会有这么多 帮补得上 全是粉 得找东西擦一擦 什么鬼 这是哪来的 坏猫啊 我这脸 好厚的粉 就这鬼样子 难怪会遭人闲 母亲哥 原来长得这么美 想来是云姨 怕这样貌太张扬 恐遭人极恨 才故意用纸粉盖住 也不知道云主的记忆 有没有其他有用的信息 哪里快要怎么出了 黄云民还是黄云民啊 这记忆真是 看来得靠自己了 还要想想怎么赚钱 不然这日子还真没法过 没想到这街景还挺风滑的 我穿成这样出来 就没人能认出我了吧 哇 好可爱 但是 好贵啊 没钱 果然寸步难行啊 哇 谁啊 走路不长眼镜 难道 是小偷 很可疑啊 你想干嘛 女人 人呢 怎么不见了 走走 去那边看看 我要见人 我要见血 得罪了 你要干嘛 别看啊 快住手 走 去别的地方找 臭男人 你死定了 长得倒是人无人流 做的事情 怎么就这么不入流呢 大叔长得还挺帅嘛 笑 生气了 看来还中毒了 火气这么大 难怪毒气攻心 真是奇怪 这是什么毒 这毒有点意思 手都有点痒了 以前没见过 也不知道 能不能成 不管了 先试下再说 他有做什么 不妙的感觉 先下 哪个穴位呢 纠结什么 砸下去不就知道了 看这反应 应该是没砸对 废话 这可是谭中穴 死穴之一啊 那会不会是这里 这尾穴 这也是死穴之一啊 它绝对是故意的 好 看来 也不对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多试几次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定是这儿了 活着 必要取你手机 搞定 今天遇到我 算你命大 不过 我可没有免费为病人看病的习惯 有了 这回又想干嘛 你可知我 我是 我管你是谁 你给我 住手 刚才让我受惊 怎么说也得要个精神损失费 这就当是赔偿了 至于诊机嘛 你想干嘛 爷 属下就在来迟 请您降罪 先起来 烧库领罚 是 爷 是谁这么有才 敢在您身上留下这样的杰作 封银留下 封银现在就去执法堂领罚 爷 别 别啊 我错了 惩罚加倍 女神 你完蛋了 爷 我和封银赶来前 活住了一名刺客 此人已招任 是慕容副派来的 慕容家最近真是越来越大胆了 出门就小挣一笔 果然皇上脚下富人多啊 这不就是身材的好秀吗 梅姨 孕姨的这场首秀 本侯也可是翘首以判多日 现在人病了 你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呢 梅姨 梅姨 我们只要见孕姨 梅姨 若非你照顾不周 孕姨又怎会生病 哎呀 各位爷 真是冤枉啊 梅姨可是请了数位名医来给孕姨诊治 可 可能处手无辜啊 我 我们就好拍 这小子怕是还没出师吧 他能行吗 他要是大夫 那我还是神医呢 就是就是 这 小伙计 你 什么大夫 看这小子 就是想借记猝亏日记 不瞒各位 我就办下 出自孤伦山玉须宫 是神医华佗的关门弟子 神医华佗 没听说过这名吗 哎 侯爷 这你都不知道了吧 高人的行踪名号 怎会轻易曝光 我办下 一名神医 虽不能活死人肉白骨 可至少到手便利无意试试 靠的不仅是金战的医术 更重要的是 用高尚的低德 非免的人心去调导你 虽然到这里 也就做过那个姿务油 不过 也确实没事啥 那 要不 让他去试试 太夫 怎么样了 从孕姬小姐的脉象上来看 恐怕是罕见的 美女幽丝症 啊 什么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太夫 你可一定得把孕姬治好啊 没力尽管放心 有我在 保药到病除 可以 现在我要给孕姬小姐施针 不宜被打扰 请你暂时回避 哎 啊 好 好 奴家就在外面候着 啊 只是冷伤风被误诊成了热伤风 被我说的好像结症一样 我会不会装过头了 让我看看 我们的睡美人长什么样 啊 哇 雪姬花猫 占尽风流 生病憔悴都盖不住艳丝 真是个清澄清国的美人 哦 搞定了 疼疼 疼疼疼 我的头发 啊 真是麻烦 你 孕姬啊 你怎么了 梅姨 你听我解释 你个臭流氓 居然对孕姬心怀不轨 你不要误会 我只是头发不小心尝到了 孕姬小姐的扣子 想要把它解开而已 哼 她说的是真的 应该 是的 大夫 刚是孕姬唐突 真是抱歉 没事 孕姬小姐不必放在心上 没想到 她的心胸这么豁达 掌根也英俊帅气 梅姨 现在孕姬已经醒了 我这里有一笔声音想跟你谈谈 哦 我想让梅姨你做我的中间人 给我介绍病人 梅姨没名字 那些病人凭什么来找你治病 一看之前这么多名医都没治好我 这位大夫一出手 我的病就好了 这事传出去不就有名声了吗 哎 行吧 不过这收取的枕筋 枕筋好说 五五分成 这个人 说不定能引进给主上 每天都得把自己半仇保命 明明我长得这么好看 姐姐在屋里吗 一股绿茶几室 姐姐 我带月明哥哥来看你了 来得正好 我正想替原主报仇呢 是不是好好的吗 是难你还让我来看他 月明哥哥别这样 星哥你听着 难才是我的真爱 你还是趁早死心 嗯 讨厌 月明哥哥 不要对姐姐发脾气 让我劝劝他 对不起啊 姐姐 我和月明哥哥 是真心相爱的 你要怪就怪我 不要恨月明哥哥 你嫁给月明哥哥 只会让他忙休 我想 你也不忍看他 成为天下的笑柄 渣男配白脸 你俩还真是一对病人 哼 让我们教训你们一下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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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是越重越傻 月明哥哥 我的手不贴使唤了 当然了 您真能让你手臂静挛重复动作 快放我停下来 你们让你干嘛 快来放红 漂亮 芷兰 我不是故意的 小姐 没事吧 别管我 快带月明哥哥去看大夫 对不起芷兰 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你们走快点 带月明哥哥去看大夫 哼 我想我能体会到 容嬷嬷的快感了 爷 刚刚梅姨传来消息 说有个叫半夏的大夫 医术十分了得 想引荐给爷 此人底细查清楚了吗 背景上在调查 画像倒是已经送过来了 请爷过目 是的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那本王就会会这位大夫 是 哟 客官 里边请 梅姨 这么急把我叫来 不知所谓何事啊 难不成是孕姬小姐身体有样 不是公子 是有大声音上门了 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公子不妨打开看看 眼睛要被闪下了 这么多元宝 都是给我的吗 那是自然 等等 这么大手笔 该不会是 有人把我错当万花楼的花魁 要替我数身吧 公子现在 可是我们万花楼的活招牌了 花魁都未必比得上呢 我告诉你啊 这些还只是定金 有人请公子 前往浅渊居 救治一个病人 代公子救治好病人 还有重金感谢呢 是吗 这浅渊居 是什么大户人家 这么大手笔 这浅渊居嘛 好像是成东 一位富家公子的住所 具体的 我也不曾了解 管他那么多呢 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 不赚白不赚呢 就是这里 没错了 阁下便是昆仑神医 正是在下 看起来一副正经模样 不像是会做内谷似的人呢 算了算了 跟我来吧 我家主人等你很久了 真是个怪人 到了 我家主人就在屋里 先生请进吧 黑漆漆的 怎么也不顶个灯 怪是人的 你好像很紧张啊 真 怎么 来见我 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吗 哎呀 怎么是你啊 我们还真是有缘呢 是啊 真是有灭缘呢 哎呦 有话好说 走这么近干什么 再说了 怎么能是孽缘呢 公子可能对我有误会 那日我将你的衣服弄开 是为了给你通通放 这样的话 你的毒才能解得快 哦 那你说 我该怎么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呢 哼 如果你非要报答我的话 按照和梅姨的约定 随便给我几千两银子就成 我看你这样子 应该挺有钱的吧 你糊弄人的本事倒是不小啊 拿了我的东西 占了我的便宜 还敢问我要钱 你是不是要为你那日的行为 付出代价 这死 果然是想报复我 我是大夫 碰到了人多了去了 阿猫阿狗也不少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你说什么 你拿我和阿猫阿狗相提并论 好重的杀气 看来不能和他来应的 没办法了 只有 哪能呢 公子你长得这般俊俏 岂会是什么阿猫阿狗啊 我啊 最喜欢 扎人了 糟了 怎么会没笑 哟 公子 你怎么突然倒下了 莫不是你身体有什么问题吧 你可不要这样看着人家 人家心里怕怕的 里面怎么没动静了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主子说他要亲自会会昆仑神医 怎么 某人不记得上次的教训了 不看了不看了 今天我就是死也不进去 就守着这个门 你特意为我设下这红门宴 我还不给你一点厉害瞧瞧 你还真当小业我怕你啊 神医这么快就和公子谈完了 你们家公子好像还约了其他人 说让我先走 让你们俩再次等候 爷今晚还约了人 爷 属下这就是把他挂回来 滚回来给本王结绑 还敢争我 这一下尝到我的厉害了吧 老爷 清歌德行败坏 行为不检点 被四皇子所修 我好心让清歌回府 他却让我当众出丑 若不是兰儿及时劝着 那母亲哥 恐怕还想继续对我动手 老爷 你看看这 娘 别说了 姐姐肯定不是故意的 这是在颠倒黑白的污蔑 够了 行 这就是我那便宜爹了 知不知道 盐河水灾已经导致 附近的居民死伤数万人 此等大事还未解决 我没心思听你念叨 这些有的没的 可是 那些难民的死活 与我何干 你不过是还想护着你的好女儿吧 爹爹消消气 娘是为了姐姐好 毕竟姐姐这样任性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娘没有办法 这才讨扰了爹爹 没错 老爷 依我看 这次就让清歌挨起板子 再回房间 闭门思过些时日 好好反省 这样才是最好的 清歌有办法解决爹爹的烦心事哦 这傻子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 老爷 你看看他 就是这么任性 门也不敲 这关你什么事 你 成 爹爹 哥儿 这个爹 好像还比较疼允身 哥儿 你有这份心事好的 但这种事 交给爹爹自己烦心就好 你回去吧 听见了吧 我也烦着呢 没空理你 清歌知道爹爹为水灾游心 头发都白了不少 所以才四处找人求教治水之法 可爹爹听都不肯听 等等 你 你当真为了爹爹 四处求人吗 真是胡言乱语 老爷让你快走 你没听见吗 老爷 他可是个傻子 您不会真的 闭嘴 大小姐 还轮不到你这么说 老爷 我 我 姨娘 爹爹 这种国家大事 我们规格女儿可不懂 姨娘是怕姐姐乱说 惹您心烦啊 罢了 哥儿 你说说看 朝堂之事 岂是凭他就能解决的 他就是个傻子 这样的水灾 古人看来不可治理 现代人眼里可未必 爹爹 岩河水灾多年 居民死伤数万 这水灾是天灾 其实也是人祸 爹爹现在除了治灾 还得防灾 否则明年雨季到了 今年的灾情还会重现的 你说的对 可有什么办法呢 岩河水患 问题在上游 若能在上游植树造林 便可稳固水土 中游则需退根还湖 加剑造堤坝 如此一来 即便日后再有水灾 也有时间转移百姓 确保安全 植 植树 盐河水患 多少朝中大臣都解决不了 你一个什么植树造林 就能有用 笑话 你知道是 姐姐 娘说的对 这些事情不该我们关心 还是不要给爹 增添无味的烦恼比较好 这对母女 一唱一和的就想否定我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本姑娘当一生这么多年 炼出来的口才 妹妹此言诧异 水灾严重 多少百姓为此丧命 爹爹乃是丞相 身为丞相之女 若只顾贪图享受荣华富贵 我 岂不让爹爹 我不是 受天下人指责 青苏 兰儿也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能这么说她 你 老爷 好 好 哥儿说得对 这才是我的女儿该做的 你们母女多学学 平日少用芝麻大的小事烦我 哎呀老爷 这治水之法 又不是清歌想出来的 您这么护着她 叶泰 对呀 寻常女子可不会知晓这些 难道姐姐 还思惠男子 那 姐姐的清白 难免不令人多想 不承认我的点财污蔑我 可恶 好毒的尿 老爷 如此看来 青苏时不时的出福 恐怕早已成为 别人口中的茶余闲话 若再不好好管教 下次可不止是被修回府 这么简单了 你 你 清歌 快告诉我们 这话是谁教给你的 是不是想让老爷照做 然后失败了 好怪在你爹头上 是清风了 别人不顾是把事情告诉我 法子是我自己想的 老爷 清歌一直在装傻 他一定是在骗你 丞相爹爹 我没装傻 住嘴 这里还是下府吗 闹够了没有 清歌 爹爹相信你 以后 别老把脸弄那么花出门 我们清歌很好看的 用不着那些纸粉 老爷 老爷 平日天天欺负哥儿 他要是聪明的话 这么多年 会一声不吭吗 在自己屋里反省三日 不到时间不准出来 怎么会这样 娘 爹在气头上 我们先回去吧 回去了 再想办法 总觉得这个爹 那句话别有深意 是我的错觉吗 歌儿的事 一直麻烦你了 最近 他要是有什么 异于平常的表现 麻烦你 尽快告诉我 好 我们的歌儿长大了 你看到了吗 他凭什么 可以得到爹的宠爱 还害我和娘 被罚三日禁足 看我怎么收拾收拾你 三天没见 这家伙又有什么坏点子 正好无趣 让我来陪你玩玩 妹妹 你怎么在这玩水啊 这几日风大 要是一会儿 着凉了怎么办 母亲哥 你 你 我怎么了 母亲哥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欺负兰儿 她可是你的亲妹妹啊 我今天 非得替老爷收拾收拾你 为我再兰儿 告一个公道 这是怎么了 我的天 躲起来吧 本王前来相府 是打算 是打算来和丞相商议一些事的 没想到 却看到这么一处好戏 九王爷 您能够光临相府 是我们相府的福气 还不快去给九王爷倒茶 臣管教不力 还请王爷恕罪 爹 这个叔叔是谁啊 是 是 是 九王爷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了 哼 母亲哥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他不敬 这下不用我和娘出手 他也完蛋了 小丫头 这丫头 勇气可嘉呀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说也老的 本王才满二十 看着有那么老吗 是二十啊 我还以为叔叔已经快到不惑之年了 秦哥 不可胡说 秦哥不懂事 还请王爷恕罪 母亲哥原本就是一个傻子 他说的话不可信的呀 九王爷 还请不要放在心上 莫责罚相府 母亲哥 别以为老爷和九王爷在 我就治不了你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要责罚 就责罚母亲哥一人足矣 哦 相府大小姐吃傻这事 本王知晓 只是不知 竟然连眼睛也不好使了 丞相和赵夫人可得多看着点 要是再像上次那般 又撞到那么的 说不定连听力也不好 你说谁吃傻还势力不好呢 敢把本王说得那么老 不是虾是什么 妾身这些年 都把亲哥当作亲生女儿一般对待 自然会好好看管他 不再让他对王爷不敬的 难道姨娘就没对王爷不敬吗 怕是如今姨娘自己就在亲中 骂着亲哥和九王爷 责怪九王爷方才 挨了他管教亲哥 亲哥 你怎么能如此诋毁姨娘 要不是九王爷在 我 你什么 是本王爱着你的好事了 我 王爷 切身不是有意的 这是一时怒急攻心 是啊 九王爷 我 我母亲她不是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只 只来 竟敢在王爷面前自称我 这可是大不敬之罪 若还敢掉眼泪 小心你的眼睛 云姨跟亲哥说过 越是心虚的人了 她越慌张了 莫非 你们就是云姨说的那样 其实真的在心里 按骂叔叔 母亲哥 你 你 娘 快 快把二小姐和赵姨娘扶下去休息 这么快就晕了 母亲哥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不会轻饶你的 这姑娘天天不带消停 真是有精力啊 臣教女无方 在九王爷面前献丑了 臣这就责罚小女禁足三日 以私己过 不是说大小姐吃傻不懂事吗 只禁足三日怎么够 起码得一个月 我想更有效果 禁足一个月 这男人 你太小心眼了吧 还请九王爷移驾书房 臣有正事 想与王爷商议 什么鬼 小丫头 上次的账 我先让你还着这么一点 剩下的吃点一块和你好好算算 包括你刚才说本王到了不惑之年这一笔 那叔叔得回去多吃点核桃 别转眼就忘了 再不进 清哥再给叔叔送一趟免费针交服务 爷 您没事吧 喂 走吧 下手真狠 小丫头 我们来日方长 我必须要出去 我要出去赚钱 凤绝尘 都是因为你 都有机会了 小翠啊 现在什么事成了 回姑娘 现在剩五十 不会吧 还剩五十 她今天真的会来吗 嗯 梅姨是这样说的 还有 姑娘 你已经在这里做了一个时辰了 可否注意一下影响 哇 女神好美 应该 没迟到吧 啊 半夏公子 你来了 啊 小心 公子她 这是在关心我吗 孕姬姑娘 你没事吧 哎 公子脸上这个 公子脸上怎么脏兮兮的 是 是吗 让孕姬帮你 啊 孕姬小姐病才刚好 我可以自己来的 公子 啊 啊 你怎么就穿这么点 天哪 她真的是在关心我 啊 啊 啊 孕姬知道了 孕姬知道了 公子 谢随我来啊 啊 工作被抢掉了 我知道梅姨在哪 她特意叫我来接你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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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啊 这是怎么了 都围在这里 啊 这不是花魁运姬吗 怎么 今天没有被梅姨藏着掖着 啊 愿意出来接客了 哇 是那个大恶人少爷 听说和她在一起过的女人 都没有好下场啊 是啊是啊 据说 她还和上面的某个人有关系 都不敢动她 啊 得赶紧去找梅姨 孕姬小姐 来 随本大爷进包厢 一起 不好意思啊 孕姬小姐今天陪我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跟本大爷抢女人 知道我爹是谁吗 哼 逼你这个不是东西的好就行了 什么 我怎么不是个东西了 我爹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 尚书宁峰 他说他是个东西 哈哈哈 这小子如此护着花魁 长得倒也挺标致 我说 你跟花魁一起从了本大爷 包你吃香喝辣 怎么样 啊 我请您少爷好好说话 不然可别后悔 我会后悔 哈哈哈 我怎么会 怎么了您少爷 是不是觉得腿突然麻痹了 还酸疼不已 你 你做了什么 您少爷 不是说自己不会后悔吗 我呀 只是下了毒而已 夏 夏狐 还愣着干嘛 快去跟我找大夫 请大夫 只怕也没什么用吧 夏公子可是昆仑山一虚宫神医化陀的关门弟子 普通的大夫可解不了公子下的毒 也没你说的这么好了 而且公子还挺身而出 就奴家于危难 但奴家心中无人能比 公子 于映季小姐 你们两个 在我面前竟然如此嚣张 来人 把这对狗男女抓起来 是少爷 快快 有本事就来试试吧 我家主子说你太吵了 让你滚 什么 你 你家主子 他是谁 我看谁这么嚣张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是 是他 快 快走 这是怎么了 冷泉 你怎么又打人了 我说让你来劝人的 不是让你来打人的 你看看你 因为打他 你脚都弄脏了 府里的江西阿焕可是很辛苦的 嗯 这两个人 你好啊 你刚刚的毒用的不错呀 这个 哪有哪有 你还有没有别的毒货药啊 那个宁少爷看到他 就像耗子见猫一般 不成 这是个更厉害的达官小贵 其他的药嘛 也没多少 但公子若是喜欢 可以挑挑看 哇 真是多样啊 这瓶毒 能让人十二十车内 不省人事 这瓶毒吃了 立马脸似暗沉 仿佛将死之人 好厉害啊 怎么样 不知道公子喜欢哪一种啊 要的多还能打折 我 我想全都要 公子真是好品味 不知是七皇子驾到 真是有失愿赢 你 你是七皇子 嗯 嗯 怎么了 我们一见如故 何必在乎先分呢 不不不 小明不敢 啊 果然 因为我的皇子身份 没人愿意 与我交朋友吗 嗯 嗯 没有没有 只是没想到 皇子如此拼异进人 小明有些惶恐罢了 嗯 真的吗 那太好了 那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嗯 公子 时候不早 该回去了 犯下 那我下次再来找你玩哦 嗯 嗯 好啊 哈哈 公子治好运机的事情 已经散布出去 有不少人哪 找我打听公子呢 真的 那可太好了 嗯 只是公子行踪不定 之后不知怎么联络公子才好啊 哼 这倒也是 你也不方便去找我 啊 有了 啊 这样吧 若是让我出诊 你便在相府墙上花曼陀螺花 我看到就会过来 到时 这件事 不可让外人 哼 惊鲜的水果 让我看看 最近有没有好东西 咦 这个不错 可以送给云姨 爷 到了 嘿嘿 哎 啊 这不是办下公子吧 这么巧啊 不是吧 怎么是他 啊 真扫兴 真 啊 想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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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记错的话 当时本王可说的是禁足一个月 行行行 我错了 望您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等小女子吧 哎呀不就是开个玩笑嘛 跟你道歉行了吧 干嘛这么斤斤计较 小气巴拉 一点风度都没有 风度 你怕是忘了之前在暗像中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你你 你想干嘛 嗯 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 我就 啊 啊 完了 我的毒药都卖掉了 啊 公然违抗本王的命令 这该如何处置呢 对了 丞相似乎还不知道 最近颇为有名的神医扮相 就是他的宝贝女儿吧 喂 你怎么能 你就不怕我说出去吗 你 放绝尘 你这个小人 好憨不吃眼勤快 现在还不能和他硬碰硬 你想做什么 这才对嘛 风仪 将马车上那支笔拿了 来喽 还说你不是故意的 喂 你别太过分 忍毛我了 再给你挤震 你以为本王是被吓大的 你现在安分点 本王就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 所以 你不要乱动 平间的水果便宜喽 哦 看不看他 把头抬起来 要不谁看得见 你放心 本王一言计出 似梦能追 好好绕着城里走一圈 你还是威风的神医扮相 学臣 我等着 我和你施不了面 哎 好无聊啊 云姨 还没选好吗 随便挑一件不就得了 这事哪能随便 哥儿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公宴 还是皇后娘娘亲自邀请的 可得重视了才行 哎 这个月时间的禁足都快无聊死了 可算是要结束了 唉 这些衣服都是几年前的 太旧太肃静了 要不 云姨让人给你做身新衣服 不用了 云姨 我看这些衣服挺好的 不用再花钱了 这怎么行 这次公宴为了庆祝水灾治理成功 邀请了众多大官贵人 哪家小姐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 哥儿 你可是相府嫡女 以前的状况不适合进宫 但现在已经长大了 第一次进宫可不能被人看清了去 姐姐 要是夫人还在 看到你受了这些委屈 该多伤心 谁在那边 姐 没人 我可爱 你真是太可爱了 姐 那里怎么有碎瓦片 还有之前的黑影 差点被发现 这件事要马上就 大人 是凌峰啊 进来吧 大人 发现那拨人了 从来人腰带上的暗花来看 是宫里的人 宫里的人 这一天 终究还是来了 来人 微轿进宫 哼 穆青哥的事 瞒了朕十六 是你弄的 还是他 他已经先去十六载了 此时 皆臣一人所为 服务 吃了雄心豹子的 竟敢欺君 皇 皇上 臣有罪 不过 此时倒也不是没有挽救的机会 这衣裳 料得极好 不知是在哪家铺子扯的 请问 谁让你乱拿我小姐衣裳的 捧坏了 你赔得起吗 对不起 秋雨 我看这衣服不错 能告诉我 这是在哪里做的吗 这可是二小姐为公宴准备的衣服 自然是京城最好的成衣铺定做 你想买也买不到 你看上的这件 还是我家小姐不要的呢 秋雨 你怎么还在这儿 云姨 二小姐 你来干什么 奴婢见二小姐准备的衣裳十分好看 便想问问在哪家铺子采的 母亲跟明日也要同我进宫 难道是想来打听我穿什么 好好东施孝平 引得四皇子关注 简直是痴心妄想 既然如此 不如我将这衣裳送给姐姐吧 多谢二小姐 来人哪 这个贱臂竟然偷我的衣裳 给我打 云姨这么久不回来 该不会又被厨房大娘给刁难了吧 奴婢 错了 奴婢 是云姨 云姨 不 不要 你敢打下去试试 小姐 云姨 你没事吧 大小姐 云姨 清哥在 已经没事了 姐姐身边服侍的人手脚不干净 偷了我的衣裳 哎哟 姐姐之后可要当心呢 云姨偷你衣服 秋雨 啊 你来说 我 我看见她偷偷摸摸的靠近我们院子 连忙追出去看 就 就发现她手里拿着二小姐的衣裳 你给我闪一边去 木智兰你给我说清楚 不然我连你也打 大小姐 不可 你明日就要进宫 万不可为了奴婢把此事闹大 若打骂手足这件事传出去 小姐的名声可就坏了 那你无必九泉之下 再无颜面去见夫人 云姨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姐姐和这奴才还真是主仇情深 看得妹妹都于心不忍了 衣服的事就算了 酒当是送给姐姐的吧 小姐 姐姐没什么事儿 妹妹我就先走了 云姨 这几天你好好休息 云姨的事我会自己解决 木智兰 你不是喜欢出风的吗 明天我让你出个够 参见皇上皇后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哈哈哈哈哈哈 钟爱卿平身 今日只是庆功宴 大可不必这么拘束 这次可多亏了 陈相提出的治水之法 言和百姓才免遭灾难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皇上谬赞了 也不看看是谁的女儿 沐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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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皇上皇后 穆大小姐这身衣服 未免太过担保朴素了些 等等 那是穆青哥 不可能 他怎会站在纸篮旁边 也毫不逊色 难道你一直都在骗我 回避皇后娘娘 水患之肉虽减 但灾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 臣女便将那些贵重衣物 便卖为钱粮 圈与灾民 故此身着朴素 还望皇上皇后见谅 穆大小姐倒是有心 穆相叫女有方啊 在皇后面前花言巧语 以为这样 就能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吗 皇上 娘娘 只拦一个身归女儿家 懂不不多 却也知皇上与众大臣 未解水患 忧思伤神 臣女斗胆 想为各位献上一曲 已是臣女敬佩之心 一 正早听闻相爷的女儿 才情当属难处一二 今日朕有耳福了 皇上如此赞誉 臣女实在是愧不敢当 不过 此曲还需要一人鼎力相助 望皇上恩准 哦 什么曲子 难道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回禀皇上 此曲名为流仙元曲 是需要两个人来完成的 流仙元曲 此曲虽然是京士 但也是残曲 你能完整弹奏 回娘娘的话 臣女不才 虽然不知小完整的原作 便自创了残缺的后半首曲子 臣女将这后半部分 交给了和臣女关系最好的人 姐姐 你可还记得 只来所交给你的曲子 我们就在皇上和娘娘面前 一同演奏吧 我没听错吧 天下谁人不知 穆大小姐别说弹琴 就连字都不识啊 哼 那还用说 根本就是个 什么都不会的傻子 别想在我面前 抬起头来 我要让你一辈子 受人耻笑 什么前半部 后半部分的 我怎么毫无印象 莫菲妹妹是在睡梦中 叫的我吗 姐姐你 平时捉弄我也就罢了 但这可是在皇上和娘娘面前啊 母亲哥 你不要事事都针对直来 她性子好 你容不得你如此欺辱 也太放肆了吧 这可是在皇上面前 就是 刚被皇上夸奖两句 就这样敲尾吧 乖琴 哼 这就是流仙原曲啊 我还从没有听过 如此美妙的曲子 这是 这首曲子好熟悉 但我确实是第一次听啊 手 手在动 不对 是这身体的记忆 怎么会 这十六年里 你一直在我面前装傻 不可能 不可能 她 她怎么会 啊 老天都要助我 慕智兰 接下来 你可要好好接招 此曲只因天上有 这才是真正的流仙原曲 陛下 陈曾听闻 东离长阳公主十七岁 能够完整弹奏此曲 一为天下第一人 没想到今日我南楚 有人十六岁 便能弹奏此曲 哈哈哈哈 好 如今看来 我南楚更是压他东离一筹 本想若是戈儿出丑 皇帝能歇了那个想法 没想到 多谢陛下赞赏 哇 姐姐好厉害 看来我不惜占用自己的练习时间 教会姐姐 还是很有用的 芷兰真为姐姐感到开心 教我 这种话亏你现在还说得出来 少在这形形作态 姐姐之前形同吃傻 我能教会姐姐已经实属不易 姐姐你怎么这样 如果不是芷兰教你的 就凭你 怎么可能弹出这么难的曲子 我 九王爷到 他怎么来了 不是说他一向不会参加这种宴会吗 起来吧 卫文 你不会是来帮你拿好侄子的吧 你不是很厉害吗 我想什么 你不知道 你刚才说这首流仙缘曲是你教他的 回王爷的话 若非臣女悉心教授 姐姐懵懂无知十六年 如何能够弹奏这么难的流仙缘曲呢 这凤军臣就是来落井下石的 你确定 在皇帝面前弄虚作假 可是欺君之罪 皇叔为什么在帮慕情歌说话 姐姐他 这曲子 如果流仙缘曲是你教的 那本王算什么 臣女 臣女不明白王爷的意思 情歌 你莫不是忘了跟他们说 你这首流仙缘曲 是本王亲自所教 什么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这 慕情歌 竟然是得到了王爷的指导 王爷出征过东里 难道这完整的曲谱就是 难怪慕情歌比慕指兰弹的还要好 本也就是姐妹间的小打小闹罢了 要是王爷 何时有了这个雅兴 交个女儿家弹琴 本王看这丫头 人虽有些愚笨 但实质纤细柔弱无骨 正是习情之财 本王起了惜财之心 便将流仙缘曲交给他 小丫头 你来说 是不是本王交给你的 若没有本王的指导 凭你之前痴痴傻傻傻的样子 这首流仙缘曲 你能弹得如此完美悦耳 别凑我 我为什么会弹这首流仙缘曲 细究起来 确实引人意义 这首曲子十分耳熟 手在琴上就不自觉的弹了出来 就好像是我本身会弹一样 想来是这首曲子对原主非常重要 现在的问题是 我之前可是个吃傻人士 现在凤绝尘过了很差一脚 我怎么甩锅说是别人交的 不过 他这样说 也算间接帮我伟哥忙吧 是 王爷的受取之恩 臣女默尺难忘 娘娘连这也要过问 莫不成 我收个徒弟 还得经过娘娘手 凤绝尘居然这么护着母亲哥 他们的关系 仅仅只是师徒吗 本宫也只是好奇罢了 绝尘想要收徒 也是清哥的福气 本王也是这么想的 却没想到 让别人讲评 皇上 娘娘 奴婢的确是教了姐姐此曲 只是不知先前王爷教过 所以 四皇子哥哥 四皇子哥哥 求求我 四皇子哥哥 姐姐 妹妹并非真心冒犯你 你就看在我们姐妹情深的份上 为妹妹说句话吧 妹妹 你不要这样 九王爷看我可怜 教我情义 妹妹这样岳祖带庞 难道 妹妹根本没把九王爷 放在眼里 不 不是 皇上 此事都是臣叫你无方 还请皇上皇后娘娘 允准臣将纸兰带回家去 严格教导 允了 谢皇上 还好 母亲哥 骗我的事 我俩没闻 怎么感觉皇叔在看我 皇兄 这次穆大小姐谈出如此完美的流先缘曲 陈帝决定 皇兄得好好奖赏穆大小姐才行 我又想干嘛 绝尘此言 圣何正义 以你看 应该给什么样的奖赏呢 我记得我们南楚 似乎多年前封过一位郡主 若是只有一位郡主 那未免也太孤单了 皇兄觉得 就将母亲哥 封为郡主吧 什么 还是来了 是两人的年少 鞋满酸见味 陛下 臣妾觉得不妥 哦 皇后觉得 有何不妥 不知陛下 可曾记得 清禾郡主慕容卿 身为女子 却凭自身的才华 获得了京城才子 一致认可和赞扬 乃世间第一人 故被封为清禾郡主 若只因为能弹奏出流先缘曲 便被封为郡主的话 我南楚的郡主 岂不是太容易当上了 皇后娘娘说的有道理啊 如此 确实 陛下 皇后所言 何情何礼 郡主 此等殊荣 不可随意赏赐 还请陛下 重新考虑啊 还请陛下 重新考虑 朕要奔她为郡主 自然是因为她担得起 牧相 你觉得呢 回禀陛下 小女的确当得起 牧相爱女心切 其心可佳 但 可别把话说得太满了 皇后娘娘有所不知 盐河水灾的治理方案 虽是陈尚书皇上 反方法 却是小女所出 什么 爹爹 丞相此言 恐怕难以服众 盐河水灾这么多人 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个丫头 不仅先前吃傻 更是 盐河水灾 臣女提出治水之法 是为避免百姓 再遭受流离之苦 并无妖功之义 若顶着吃傻的污名 受封郡主 只会令皇上 名誉受损 试问天下 有谁会承认一个 带着吃傻名号的郡主 本王倒是要看看 有谁不信 你有 可不仅仅是这些 他干嘛这么维护我 不要忘了 你可是本王的 清传弟子 清传弟子 占我便宜 这丫头为了拜本王为师 平日里端茶送水 抢着做丫鬟的事 本王实在是愚心不忍 王爷讨厌 下回臣女端给王爷的茶水 王爷可一定要细细品尝啊 看来他们关系确实很好 看王爷他笑得多开心 你们谁还有异议 可以站出来 让本王看看 没有 既然如此 木相之女木卿哥 才貌双绝 并敏人之孤 祭人之吉 朕生敢于心 封木卿哥为锐阳郡主 特为嘉奖 谢主龙恩 恭喜恭喜啊 恭喜木相 锐阳郡主 品级居然比慕容卿还高 皇帝是在警告慕容家吗 不过 木卿哥可是对明儿死心塌地 你们做的不过是无用功罢了 臣女差定将重要的事情忘了 哦 说来听听 臣女自小便知道与四皇子有婚约 但臣女还未过门 四皇子便已经将臣女休憩 谢 得寸进尺的女人 居然想趁受风的机会提这事 就算你成了郡主 也没资格嫁给本皇子 不过 一个侧妃之位 倒是能施舍给她 王妃的位置 依旧是指拦的 你是不可能成为我的皇子妃的 如果是侧妃我还 请皇上废除臣女和四皇子的婚约 皇上废除臣女和四皇子自由之身 以后她娶我嫁 互不干涉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本皇子的意思是 这个 就是 就是 对 我也是想退婚 事情怎么变成这样 皇上 既然四皇子也有这个意愿 那就更应该早点废了这桩婚事才是 当你是什么人 竟敢退本皇子的婚 要退也是 身为男儿 竟然在大庭广州之下 如同泼妇般撒泼 明儿 这桩婚事 可是皇上亲赐 那是你们随随便便就能退的 皇上 当初都是月明不懂事 如今月明知道错了 肯定不会再做那些荒唐事 以后有本宫为你做主呢 本宫定会将你视如己出 这宫里面变脸的人 真是多得不得了 臣女 谢皇后娘娘相护 但臣女的心愿已经表明 还请皇上成全臣女 也成全四皇子 臣女这么做 可以为了四皇子好 谁人不知 四皇子早有心上人 甚至相遇到臣女面前 请求臣女放过她们 任天底下所有女性 也没人受得了这种屈辱 臣女实在是不愿再令相府蒙宵 这样强势的吗 风月明不就是长大的熊孩子吗 穆芝兰 你们还真是王八找绿刀 这倒是有趣了 这位穆大小姐倒是个心灵之人 经过那样的事情 还能如此宽宏大量 为了四皇子着想 臣妾看 皇上还是成全他们吧 你 好了 杨贵妃说得在理 既然如此 四皇子与瑞阳郡主的婚事 就此作罢吧 臣女临旨 儿臣 借借 娘娘 皇后本就不惜您 今日您帮穆姑娘说话 不就更让皇后视您为眼中钉吗 我曾遇见过一个人 本宫羡慕她 更是嫉妒她 虽说一切都过去了 但心中却从没忘记过 本宫为何帮她 欠了的 终究是要还回去的 大小姐今天累坏了吧 奴婢泡了茶水 啊 哥儿 你在做什么 你可是女子 怎能有如此粗鲁的举止 是云姨啊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啊 哇 找到了 哇 累死我了 这不是 夫人在世时 最喜欢的那本情谱吗 没想到 小姐也喜欢 娘亲今天 可帮了我一个大忙 虽然最后是凤绝尘 替我解的围 但今后再也没有人说我吃傻了 啊 原来如此 是 啊 是九王爷 是啊 怎么了 这个九王爷 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南楚战神啊 浪漫的青土之战 南楚即将被攻破 九王爷请止带兵出征 仅仅用九千币 现破了敌国的三万代军 九王爷一战成云之后 再无败子 奠定了南楚大国的地位 百姓都称呼他 五楚战神 啊 啊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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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capac划 想不到九王爷竟会在宫宴上帮你说话 这倒也是好事一桩 奴婢去给你打水洗脸 大小姐早些休息吧 这怎么可能是好事 我却惹上这么一个麻烦 真的是 谁 怎么 你的胆子不是很大吗 居然吓成这样 怎么是你啊 怎么办 听了云姨说的话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了 别人眼里的她 有这么恐怖吗 九王爷您突然到访 人家有些惶恐吗 竟然如此乖气 难道是念及我帮了她的事 算你还有点良心 就算是战神又怎么样 占我便宜的事情我还记得呢 下次整你的时候更隐秘些就行了 这她自己房间的茶应该没事吧 好茶 这 这家伙 居然喝我刚喝过的茶 这是这 这不值得尽尽 居然又占我便宜 看我怎么治你 茶嘛 自然是好茶 但那杯子可是云姨喝过的呀 没想到堂堂九王爷 还有这样的癖好啊 小丫头 你是不怕死 还是真以为本王不会杀你 死我肯定怕了 我只是知道九王爷一定不会杀我罢了 哦 何以见得 九王爷若是真想杀我 就不会利邀皇上封我为郡主了 对此我还要多谢九王爷呢 那你知道本王为何帮你吗 因为本王难得找到一件 好玩的东西 丫头 你可千万别让为师失望了 你 流氓 她又怎么了 这一次走得挺快啊 看你晕成死猪还怎么躲 看来 瓶子丢错了 小心 这瓶是绿繁荣 什么 还好还好 绿繁荣 这么危险的东西 你怎么能随便带在身上 我 你先把它还给我 我还没见过这么烈性的绿繁 没收了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体验出来的高浓度硫酸 快给我 你干嘛 这本书 你可以看看 什么东西啊 医书 一本医书就想换我的瓶酸 小的 这 这是 只有很多早已失存的医疯 就连古代世卫贼尊的 费劳都有治疗方法 啊 树凤 那个神医树凤吗 听说在百年前 神医树凤用自己的医术 救了数万百姓的那位 嗯 仙呢 我在现在学的是系统化的中西医 大部分还是用设备 有很多病在古代 我都没有头绪下手 现在有了这本书做梅剑 让我加深了解古代的中医 我的医术肯定能经经不少 不过 这凤绝尘 又是历见我当郡主 又是送我医书 无事献殷勤 非奸极盗 光潮我之前还那么对他 怎么想 我都像是 要不能再载掉的猪啊 谢了 直接说吧 你想干嘛 你还挺聪明的 你明日来我府上一趟 你让我去我就去 那我多没面 这是 你再凑我这么近试试 看你能将流先元曲 弹得如此熟练 想来教你的师父 情义不错 别拆开话题 你家我是不会去的 还有 就算所有人以为 你是我师父 我也不会承认的 哦 流先元曲是东里人写的曲子 两国交恶 完整的曲谱早已失传 他这里怎么会有 完整的曲谱 你干什么 很痛哎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明天记得来 你这个人是 听不懂人话吗 喂 爷 您怎么这么快 闭嘴吧你 去查一下 沐青哥的生命 要仔仔细细 丝毫不露的场 是 他到底有何居心 这回 还让我去他府上 万一他是为了戏弄我 那我这不是送上门 给他欺负吗 不行 人业轻恶 怎么可以任人宰割 不就是想拿医书 让我乖乖听话吗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熬过高考 考过职业医师证的高材生 有多么恐怖如此 我还要听到 我会想拿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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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的 我会想拿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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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点快点 搬进去 小心点 别碰坏了 轻点 好的好的 云姨 我想回房间躺着 小姐忍一忍 好好记住这些礼是哪家夫人送来的 待会还要 可是我真的好困啊 小姐你看 这份是九王爷送的 什么什么 她要来拿书了吗 书 不是书 是一幅字 哦 这 这货当师傅还当上瘾了 呃 那个 看来郡主真忙得很 也不知道我们来的是不是时候 你们来做什么 纸兰这次是来给姐姐请罪的 汪姐姐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纸兰 唉 又来了 你装的就不累吗 啊 有了 这样吧 想让我原谅你 你只要做一件事 帮我照看九王爷的墨宝吧 这么简单 考虑的怎样啊 去 就算不傻了 这十几年来的切诺性子 哪是一下子就能改过来的 看来是我多虑了 那就按清歌说的 这照看好了 且慢 九王爷的字画如此名贵 纸兰怕自己手笨 会照看不好 凭什么帮你管字贴 若是你求我 说不定我还会 真的吗 他算的这玩意儿 有点作用嘛 不过保养一幅字画 竟然难倒了男储第二才女 说出去恐怕没几个人会相信吧 哎呀 云姨 难道妹妹的才女之名 不过是鹅船 这要是被别人发现 爹爹又要帮她擦屁股了 大 大小姐 芷兰才女的名号 可是凭着真材实料得来的 可不像某些人 还愣着干什么 姨娘 再慢点 当心郡主反悔 我就知道一幅字画难不住妹妹 不过既然答应了 还有什么要求 秦歌尽管说便是 那就要按照王爷说的 早晚个焚香一次 白日细细浮沉 晚上将其密封好 这些步骤一步都不许拉下 要是这幅字脏了 皱了 没了 哪怕一点点 结果 你们自己掂量 你耍我 老远就听到这里吵吵闹闹 又怎么了 爹爹 女儿来祝贺姐姐成为郡主 却没想到姐姐 行了 我知道了 哥儿 你跟我来书房一趟 姐姐可不要再惹爹生气了 木质兰 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 大小姐好帅啊 说吧 都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让她帮忙照看九王爷的字画而已 我叫你来 不是问你这些 那还有什么 莫非 难道 是班下的身份被发现了 不会真是这个吧 要解释吗 有可能 是我想多了 九王爷在外人面前 处处维护你 你可曾想过是因为什么 九王爷 您是说她呀 皇上要对付慕容家 你当上郡主 并没有这么简单 慕容家拥护先皇有功 先皇立下圣旨 南楚的皇后 只能是慕容家所处 历代更迭 慕容家权势越来越大 引起皇上的疑心 难怪她在宫宴上表现得如此反常 就是夸她性格好 这样的性格格尔觉得好 现在的年轻人真搞不懂 咳咳咳 格尔你可是不太开心 没有啊 就算你不是郡主 在这京城照样没人敢惹你 若是有人欺负你了 告诉爹 爹帮你 嗯 慕容府全清朝野 已有难控之下 爹爹会尽最大的努力 为你负重前行 哼 可恶 她居然在利用我 我今天就不去她府上了 不过 她等不到我的话 会不会一代战神 不见此黑暴 牵连无辜 万一世界因此毁灭了呢 这样的话 我岂不是罪孽深重 那又如何 难道我还去不了她 啦啦啦啦啦 什么人 人灭了 ably别担心 白瓶 再紧 哼 可恶 他居然在利物 我今天就不去他府上了 不过 他等不到我的话 会不会一代战神 就此黑话 千连无辜 万一世界因此毁灭了呢 这样的话 我岂不是罪孽深重 那又如何 难道我还治不了他 啦啦啦啦啦 神医班下 请你跟我走一趟 别动手 我是封银 封银 你分明是个猪精吧 你别过来啊 还不是因为你 因为我 王爷 你怎么又到门口来了 是在等人吗 是在等穆小姐吧 下次还火焰乱雨 惩罚就再讲了 你还笑 我被打成这样 全都是因为你啊 所以 你找我是想让我 给你织这张脸 不不不 王爷让我来请您 您就帮帮忙吧 再被罚 我的脸就彻底毁了 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地求我了 那我就去一趟好了 搬下神医 王爷就在那边的马车里 为师真没想到 你翅膀这么快就硬了 说吧 昨天你为什么没来 我为什么没来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 难道他已经猜到了我的打算 按着反应 果然没错 如果不是爹特意提醒我 我根本不会想到这一层 其实你根本就是没事找我 只是想让某些人 看见我去找过你 丞相的女儿和你交好 这就是你想要的效果吧 既然你都猜到了 还敢不来 你就不怕我对丞相府下手 你要是真有这闲心 还用得着我配合你做戏 给别人看吗 先是半夜私会 现在又孤男寡女 共处一辆马车 王爷该不会和穆小姐 王爷我不是有医的 王爷你没事吧 果然如我所料 滚 明白明白 我们这就滚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你刚才故意拉住我 就是想占我便宜吧 现在还被你的手下看到了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黄花大闺女 就这么毁了 明知道这是意外 但是莫名有些紧张 你居然还不松手 你想摸到什么时候 快放开了 又想来这头 阿雷 被发现了 你没觉得你的手 有点痒吗 什么 上当了 莫青哥 再胡闹我救 你要是敢动手 我马上喊人瞧瞧命呢 你 这么激烈啊 王爷 这是 别进来 谁找我 成功逃脱 溜了溜了 他跑了 快去追 王爷 更肿了呀 莫青哥 以为这样就能跟本王撇进关系 做梦 方盈 回去后自己去执法堂领罚 是 王爷 我 王爷 那我呢 方盈 你不用加倍了 去小黑屋待满一个月才出来 不要啊 这新作的烟雾剑 感觉效果还不错嘛 可惜银针 好像只扎中了那两个室位 不然 还真想看看他那个样子 等等 这花 是不是太大了点 难道 是有大声音 半夏神医 您可来了 梅医等您老半天了 听说您来了 卢家特意 人呢 梅医 我来了 这 这么多 半夏神医 你终于来了 有才神爷来重金求医了 爷 这就是半夏神医 肯定能让你误超所值 这 我怎么觉得 他更像是来找我 算账的 俺家公子已经病重五日 全京城的大夫都束手无策 半夏公子的本事 每一根俺说了 俺信 但是没想到 你看起来这么小 没关系我不介意 沉静到位万事好商量 没想到半夏公子这么理解人 我倒是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病 这么难治 啊 啊 啊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折 沐医生 这是今年来我们医院实习的安折 你负责带他 你好 你忘了给23床的病人做常规 我们被投诉了 前辈对不起 怎么回事 连个病历都没有写清楚 我错了 你过来干什么 你以为还和在医院一样 我还能整天照顾你吗 这里是战场 你给我滚回国去 哎呀 我要过来保护你啊 清哥快跑 死他 安折 清哥 你别哭 你别说话了 撑住 我一定会救你的 以后 就没有人给你惹麻烦了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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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了 折 你没死 你还活着 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 不过还怪我看的 这位公子 你是不是认错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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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给你把脉 那就劳烦了 脉象如有死 仿佛已死之人 只怕中的是 五毒伞 神医这么快就知道是什么毒了 那俺家公子是不是有救了 五毒伞是天下奇毒之一 世间无解 就连神医速凤都没有办法 可 可是 速凤不会治 不代表扳下公子也 这种毒 要是放在我以前 不过是小问题 不过现在我 还没有办法 你这是在逗碗 清华 不得物理 还要我说多少次 是 公子 是人有病的 既然是天下无解之毒 看来也是我命数到了 怪不了别人 安诚 就算天塌下来 我也会帮学姐顶着的 班夏公子 劳烦您跑一趟了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班夏公子 你给我死 是才给我把脉时就感觉到 班夏公子的指腹如此细腻 不像是经常处理草药的手 男子也有这么柔软的手吗 公子 你没事吧 脸怎么这么红 你现在可不能太着急 情绪一激动 毒素会加快流动的 我只是太开心了 班夏对这位的态度 可对其他病人可不太一样啊 难道 班夏的事情我可想不通 还是先告诉大人吧 王爷就在里面 多谢 属下梅英见过主子 怎么 慕容府那边又有东京了 病尾 这是今日有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 居然会来万花楼 向半夏公子求医 哦 求医 三皇子身中五毒伞 可疑的是 他并未告诉杨贵妃 而是悄悄在民间寻医 虽然这毒难解 但是半夏公子 对他的病情很上心 今日还笃定 一定会救三皇子 很上心 是啊 属下进去看时 半夏还心疼得眼睛都红了呢 真是一者人心 哦 是吗 那浩泉一定会好好感谢他 这 这倒未必 毕竟两方只是娇业 白天从我这里千方百计的友人 你看就是为了他 做得不错 好 之后这样的事情 都要向本王汇报 是 属下会派人盯烧三皇子那边 不是盯着他 是盯着他和半夏 是 属下告退 王爷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下床了 药也没喝 都快冷了 那 半夏公子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不要让我用墙呢 好吧 半夏公子不拘小格的态度 倒是跟我等被凡错规矩束缚的人不同 或许这就是江湖人吧 自己擦嘴 哦 关于五毒散 我这里有一个很危险的办法 或许可以救你 只要找到一位内力深厚 并且愿意配合我治疗的高手 我自己的病 一定要牵连旁人吗 这你就不用管了 只要相信我 你一定会没事的 半夏公子 那个人 gev Prime 澳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